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洛克 我是乔克 歡迎收看我們的 乔洛搖滾吉他教室 乔洛 我們這個時間不在講話 我們已經來到這個第六堂課了 那我們前面有介紹過 咪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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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 很快樂 快樂送 快樂送面 還有寶寶冰 寶寶冰 寶寶冰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和選 和選的部分 那 和選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 簡單說 有兩個以上 共同組成 一起發生出來的 這種和選呢 其實這個和選 比如說 呃 大家常常在練的 刨碰 刨碰 更加五度音 比如這是A A X加1 弧度音 1 那就是 A5 A5 基本上 A5 基本上也是一種和選 就是 更加五度音 那 一般我們常用的和選 大概有整四大類 四大類 今天 一次就讓你記一下 這四大類和選 怎麼去記憶呢 第一種叫做 大小和選 大和選 跟小和選 大小和選 大小和選 就是 運行的人生 大小和選 大小和選 就是 大部帶了 還沒完 還沒什麼 大小和選 對 就是 三七和選 三 三七 三七和選 出力好好表現 表現 表現的存在三七大 第三種 變化和選 就是覺得人生太古躁了 才會常常出現 尋求刺激 尋求多變 多吃多餐 多吃多餐的生活 三 就是變化和選 第一種 延伸和選 你說 你如果是這樣做 不是你好好表現 延伸出很多問題 呵呵呵呵 他家政是好 對 那這個 健康 身體健康不好 對 心理靠近的是 太花魅了 所以我們這 四種和選 和選的種類 對 和選的種類 四大種類 運來的人生百態 大小和選 三七和選 變化和選 神生和選 一般 一般都給你記 呵呵 那 我們今天先講 比較簡單的 基礎的 就是 大和選 大三和選 跟小三和選 大三和選 我們先對 最常用的 C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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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組成音就是 根音 C 這個根音 加上 大三度音 大三度音 再加上小三度音 大三度音 還記得 幾度一幾度一的一層錶 對啊 我來複習一下 一層錶在這裡 那 大三度呢 就是 就是五個 在指板上是五個 那 譬如說 吐到咪 吐 吐 咪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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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就是小三度音 E的小三度音 那C的主成音就是這三個 C、E、G 就是分別是C的大三度音 E跟E的小三度音 這樣子 看這個表格 這個C和弦的主成音 C、E、G 那我們要記和弦的主成音的時候 用音名去記音名 C、D、E、F、G、A、B 就是音名 用音名去記音 音名是固定的 所以 C、E、G G是空旋音 G是空旋音 C、E、G就是它的固定 C和弦絕對是C、E、G 這三個音作主成的 它不會是其他的音名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 唱名是不固定的 唱名是不固定的 這個C、E、G 我們看這個C、E、G 在這個表格下面呢 它就是對應到 D、M、S、O 這是在C大調裡面 在C大調裡面 C、E、G 對應到D、M、S 可是 在G大調就不是 對不對 來喔 了解表格 這些G大調 表格 在G大調下面 它一樣是圈圈半 圈圈圈半 圈圈圈半 的大調音階 圈圈半 圈圈半 圈圈圈半 圈圈圈半 圈圈半的大調音階 但是它是以G為D 以G為D 以G為D的情況下 C、E、G 這三個音 C和弦 這組成C、E、G 這三個音 到了G大調就變成什麼 變成Fa Fa R R跟T 哦 所以我們知道 白白都是C和弦 白白都是C、E、G 在C大調 跟G大調 唱名不同一樣 還是會有哪句話 音名是固定 唱名是會變換 有點混淆了 沒關係 簡單講 第一點 C和弦的組成音 就是C、E、G 這三個音 固定不變 第二個 C、E、G 這三個音 在C大調裡面是 D、M、S、V 好 第三點 C、E、G C和弦 到了G大調裡面 就變成了 Fa、R、Do 一樣都是C和弦 有 一樣都是C、E、G 但是功能不同 在C大調裡面的功能 跟在G大調裡面的功能不同 一看也沒有啦 你 搗台搗台 電話一拍 你就會懂 這個是很重要的基礎樂理 在認識和弦的時候要有這層的概念 C和弦 C和弦在我們的吉他上面應該要怎麼按 來我要加 好和尖圖標 去圖標 那上面呢 大家還是要記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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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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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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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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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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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所以我不會去破第六弦 看你們應該和弦對不對 從根音開始 才會和弦 第六弦才不會和弦 對不對 好,我們來從第五弦開始 那C和弦就是這麼暗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來介紹另外兩個大三和弦 然後就是F和弦 還有G和弦 那F和弦呢 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圖表 那以根音F來說 它的大三度音就是 A A 法 手 拉 大三度音是A 然後A的小三度音 拉 這邊就是 F A C A A C F A C 對,就是這三個音 那 F A C 這三個音 我們如果把它看這個唱名的話 唱名部分它就是 就是在7和弦下面 C大調下面 C大調下面就是 巴拉多 剛剛就熟悉了 巴拉多 路上有說巴拉多 路上有說巴拉多 路上說C和弦 在G大調下面 是巴拉多 其實它就是有關係 其實它就是有關係 F和弦 在7大調下面 是四級和弦 什麼算四級 是度嗎 C D E F 所以F和弦 像對於C大調的根音C來說 它是四級和弦 所以它是巴拉多 那C和弦 對G來說 對G來說 那C和弦 那C和弦 它是四級和弦 所以它是巴拉多 對G大調來說 也是四級嗎 因為C是G G A B C G A B C G的是度音 對 C是G的是度音 所以C和弦 是G大調的四級和弦 嗯 也就是說 C和弦 在G大調 所扮演的功能 角色功能 跟F和弦 在C大調 所扮演成功能 恭喜四級和弦 所以當然有四級 當然有四級和弦 我現在要用四級和弦 對不對 那你不管是C調 G調 什麼調 只要你告訴我是四級 我就知道 它應該是什麼和弦 所以幾級和弦 其實很重要 因為 在很多譜上面 它附近會寫C D E F 這些和弦 它可能會寫E 2 3 4 5 這種和弦 就是為了要讓你方便知道說 有時候我們突然要升Key 我們突然要降Key 我們突然要換Key 我們突然要換Key 或者換1 2 3 5 2 那F和弦呢 F和弦它有 雙手按法 第一種是比較簡易型的 看這邊 一樣 一十指 二重指 三五名指 四小指 簡易型指這麼按 上面 五弦跟六弦不要彈 打XX代表不要彈 打XX代表不要彈 這才 一二三四弦 這是簡易型的 一開始 如果你還不會封閉 先練簡易型 那第二種是封閉型的 就是 第二個這個 這個表格 封閉型的表格 這樣子 封閉型的這樣子 那封閉是早晚要練的 練吉他的封閉 比起母吉他是容易多的 封閉的部分也是要練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C和弦 他把它說不定嗎 G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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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和弦一樣是 G加上大三度小三度 也有點月以外 我賣個光 那G和弦要怎麼按呢 看一下這個補格 好 就是這樣子 小指小指 這樣子再切 然後這個就是 G和弦的方法 好 剛剛介紹了四個和弦 C 啊 三個和弦 C和弦 F和弦 跟G和弦 好 那 我們今天課程 就差不多到這邊 今天介紹了 主要介紹了一些和弦 一些基礎的和弦 那希望大家多練習 多練習 把它練熟 那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那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換言隨喜 下 Mail 好嗎 去Mail 那 如果說 大家有興趣 要看一些其他的 課後補充 或什麼 可以到我個人的部落格 在皮克剛 旁邊 那 我們 我們目前的節目設定 每週五 每週五 晚上 四點 我們會 上傳新一節節目 歡迎大家來訂閱 這樣子 課程東西 更多一點 然後這邊也可以 那如果有任何指教 歡迎 先去先生跟我講 那我們今天的課呢 我們上到這邊 謝謝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會阿 我們下次見